水果蛋糕 还是很漂亮的吧 水果蛋糕 今天我们来做一个戚风蛋糕 这个底座是可以拿来做生日蛋糕的底座 我们现在是先把这个蛋黄和蛋白分离 我们预防打这个鸡蛋 有的时候会把它蛋黄打烂了 所以我们要一个一个的把它转移掉 预防一下 有的时候你打了五六个鸡蛋了 最后有一个蛋黄是散环的 最后你就全功进气了 蛋白就污染了 所以蛋白里面是一点都不能有水 因为最后我们要把它打发 所以我们就这样麻烦一点 你看这个蛋黄进来就已经烂了 蛋清就放在一边备用 现在先来打这个蛋黄 现在来把这个蛋黄把它打碎 搅拌了以后呢 我们就放入这个四分之一杯的水 这个四分之一杯的油 三大勺的糖也可以用末糖醇 现在我们先把这个糖放进来 放进来以后呢 我们要充分的把它搅和均匀 让这个水油糖都充分的混合好 塞入一有三分之一杯的面粉 锅下筛呢它就会细腻一点 搅拌均匀 这个搅拌的时候呢 尽量不要这样转圈圈 也不要让它起筋 总之就是把它搅成一种 没有颗粒状的这种蛋糊 好就这样我们可以把它分的一边 现在我们就来打这个蛋清 把它要打发 好我们这个糖呢 我们可以分三次把它加入 好打成这样呢就可以了 再来把这个倒一部分 跟这个蛋黄叶混合 好再把这个另一半也倒进来吧 好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去把那个烤箱把它预热一下 三百度 大概我们进去烤 要烤一个小时左右 把它这样上下放放均匀 你看现在这个颜色都已经成了奶黄色了 这么全部放拌好了以后呢 把它倒入这个长方形的烤盘 把它倒进去 这个底部呢 最好是要放一点那个烘焙纸 防粘的 不然等下脱模的时候呢 就比较好 好切泡正料以后 我们就这样把它放入 预热好的烤箱 好 烤好了以后把它 放个面 好 这样子以后放过来以后让它晾凉 这样子以后放过来以后让它晾凉 现在我们就放在这里晾凉 再我们来准备一点水果 为点蓝莓 红莓 把这个老莓呢 切一下 这个有的 可以把它叶子稍微留一点 把它切成片 这种各种形状的我们都可以把它切一下 都把它切这种各种形状的把它放在一起 到时候呢我们就备用 现在呢我们来把这个大奶油 打发 我们先用两杯的 加上这个二分之一杯的糖 把它打发 打成这样就可以了 稍微打干一点 因为夏天它比较容易化嘛 这个呢是我们拿来做中间那个加成 暂时呢就把它放到冰箱去 好现在呢来看一下这个已经完全冷却的这个戚风 蛋糕是做一个长的吧 先把这一部分留出来 好这一部分呢来做这个蛋糕 先把这个边把它切掉 这样呢把它割成两片 这样呢我们就成了两片 好这两片出来以后我们就来涂那个奶油 然后呢我们再放入这个切碎的草莓 再放入这个奶油 好涂上以后呢我们再把这一片把它盖上 我们把它放到冰箱 好再来做这一部分 这时候我们来放这个草莓 这时候我们来放这个草莓 我们再来做好涂上以后恩 我们再把这个呢盖在这个上面 好先把它放入冰箱 用水 把草莓 把他四周抹平 这个我们只需要半条这样的 四个氏就够了 一杯淡奶油 再加入大勺的白糖 打发它就行了 这个拿来做表面的涂层 这样把它先放到冰箱里面冻一下 二十五分钟 沸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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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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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